大家还好吗?欢迎再次回到Midernite频道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探险之旅吧 看看又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里 在这次旅途过后,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 让我们一同讨论 下面这段影片来自Demon的频道 Demon是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YouTuber 据说加州曾在二战期间 修建过许多的地下防御设施 所以Demon决定带大家到一处他小时候就知道的地方来探险 这是一处修建在弗雷诺斯市某处山中的避难所 虽然这里从建成至今一次也没有被使用过 但由于年久失修,所以他早已被荒废 当他们刚进入这里后,便感到了阵阵的良意 再加上四周残破不堪的设施 让人感到格外的恐怖 但最可怕的并不是这里周围的环境 而是在他们无意中拍摄到的这段镜头 那我们有来自拍摄的 我感觉到 当Demon进入这里的一处房间后 在他身后的拍摄者并没有立即进入这处房间 而是用相机环顾拍摄了一下四周 就在这时相机拍摄到了一个影子般的物体 从拍摄者的前方这处门的位置走了过去 据Demon讲述当时拍摄者并没有走动 所以这不可能会是他的影子 而且光线是从前方的入口处照射进来的 但这个人影看起来却像是从拍摄者的前方出现的 而不是门的后方 所以这使得一些观众相信 或许他们的这次探险之旅 真的收获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 2019年2月 潜水员Ben Lurie带领着几名游客 在纽西兰的北岛布雷特角附近潜水时 发现了一条巨大的水蛇 它的长度约30英尺 几人非常的好奇围着这个家伙游来游去 甚至有人还骑在了他的身上 据Ben讲述 他在这里从事潜水工作20多年了 从未见过这种奇异的生物 这个家伙并没有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头部 他看起来更像是一根巨大的水管那样 而他的尾巴就像蛇那样细长 在当时发现他时 他正随着洋流缓慢的移动 于是Ben将影片po在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中 希望有网友能认识这种生物 看过这段影片的一些观众认为 它可能并不是生物 它看起来更像是一条圆柱形的塑胶带 也有人认为 这只不过是当地为了吸引游客 而想出来的噱头罢了 还有观众猜测 这可能是一条巨型海蛇褪去的皮 但经过我们查询后得知 它其实跟水蛇无关 而很可能是一种名为林海峭 又或是叫活体虫的生物 它是由成百上千个细小的个体组成 而每个个体只有几毫米大 它们的移动方式也非常的特别 每个群体都可以通过喷射推进的过程 缓慢移动 通过这种方法 它们还可以将水中的一些细小的浮游生物 困在管枪内 然后再将它们吃掉 一般林海峭的外观 成半透明的管状 外形非常的柔软 而且它们只生活在深海中 它们的体长在几厘米至一米左右 很少有这样巨大长度的林海峭出现 或许这个家伙受到了海流或潮汐的影响 才将它带到了这里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 来自玛利亚弗洛雷斯的推特 据分享者讲述 这段影片是她的一位朋友 在非洲原教时拍摄的 2011年当地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独立狂欢节 她的学生们邀请这些原教老师 一同参加这次的盛大游行活动 这位原教的老师 用手机拍摄了一些狂欢节游行时的片段 当她的朋友再次回放这些影片时 却发现了当时 她似乎还拍摄到了另一个奇怪的东西 在背景的人群中 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灰色人物 她在围观的人群中 显得格外另类 据影片的分享者讲述 当时她的朋友在拍摄时 并没有发现这个家伙 不然如此奇怪的一个人物 肯定会引起到她的注意 除此之外 其他那些站在街边的观众 似乎也没有察觉到 他们之中 存在这样一个诡异的家伙 请看这个视频 2022年4月22日 泰国曼谷的一位当地的居民 在这里的天空中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红色物体 于是他立即拿起手机 拍到了以下的这段画面 据拍摄者讲述 刚开始看到他时 他的外形就像是飞碟的形状 只不过他的颜色是淡红色的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正在燃烧的物体 一闪一闪 有些像熔炉里的火焰那样 从这里的高空中直直地飞过 但当他钻入云层之后 他的形状似乎又变成了长条状 颜色也跟着变成了白色 很快他便消失在了云层中 再也没有出现过 据目击者讲述 在这里的上空 经常能看到一些客机飞来飞去 但这家伙的速度 却比这些飞机要明显快很多 而且他也没有飞机飞过时 留下的白色长长的痕迹 最主要的是 它的外观看起来就不像是一架飞机 所以他猜测 这可能并不是一架 我们已知的飞行器 奥利福普朗克特的鬼魂 2014年7月 一篇这样的报道 出现在了英国的每日劲爆上 当时几名游客 在爱尔兰德罗赫达的圣彼得天主教堂游玩时 无意中拍摄到了这样一段影片 据这段影片的所有者VP Bramsher讲述 当他们结束了这次旅行 回到家后 他翻看旅途中拍摄的这些影片时 发现了他在圣彼得大教堂拍摄的这段影片 似乎出现了一些异常 看起来就像是有张人脸 正从这扇门的小窗口处向外张望 这段影片让他感到非常的害怕 VP Bramsher对记者讲述 当时他用手机拍摄时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他的手机 却拍摄到了这样一段影片 此后VP Bramsher也同意了记者的要求 将拍摄时的这部手机送到相关机构进行了检测 但结果却显示 他手机并没有出现故障 而且影片也没有被修改过的痕迹 初步推测 可能是由于展台外 玻璃的反光造成的假象 但在这篇报道之后 许多观众则不同意他们的这一调查结果 一些观众认为 这看上去很明显 就是一张人脸 从门上的小窗口向外看出 但如果是展台上的玻璃 反射出拍摄者身后的人物的话 他不可能刚好只局限在小窗口的位置 所以也有观众认为 Vicky Bramsher拍摄到了神机的出现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圣奥利福普朗克特的灵魂 在向大家暗示着什么 但也有这样一种传言 使得很多人相信 在奥利福普朗克特死后 圣彼得大教堂将所关押他的牢房的门 拆了下来 又在这所教堂内按照当时的牢房 又房间了一个房间 而这个房间是不对外开放的 而且他们还在外面做了卫装 让大家看起来 这里就只是展示的一扇门而已 在随后的记者调查中 圣彼得大教堂方面 也否认了这一说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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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